美国在8月7日纽约时间零点启动的对伊制裁,无疑是在点燃美伊之间的火药桶,此次由美国启动的对伊朗第一批制裁,主要体现在近日产品和金融等方面。 不过美国的第一批制裁并不会对伊朗造成太大的影响,要知道,伊朗可是一个抗压能力极强的国家,在之前成就的制裁中伊朗依旧坚强的活下来了,所以此次的制裁也并不能彻底打倒伊朗。 虽然此次制裁并不能彻底打倒伊朗,不过此次的制裁却能会加剧每一双方的冲突。 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,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。 面对美国对伊朗提出的制裁,伊朗也毫不顺弱地公开和美国进行对抗,目前伊朗已经九次拒绝美国发出的谈判邀请。 除此之外,伊朗还表示绝对不会和美国这样的魔鬼谈判。 军事演习是口水战的升级版本,目前美伊之间的对抗,已经从口水战升级成了军事演习。 前不久,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,举行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军事演习。 伊朗方面对该场军事演习十分的重视,在出动军舰方面,伊朗完全就是清朝出动。 伊朗为此一次军演,投入了上百艘军舰,汇集在此底的伊朗海军编队。 拉拼了该地的欺压,让人产生了海峡无人密布的错觉。 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,与伊朗起争执了热点地区。 伊朗在此地举行军事演习,就是为了向美国证明自己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。 伊朗海军不仅要向美国秀肌肉,伊朗海军还要向美国进行示威。 在伊朗海军举行军事演习期间,美军曾出动一艘军舰抵近该海域。 伊朗海军发现该艘美军军舰之后,便帮着该艘美军军舰的面积船, 和一艘模拟的美军军舰,上演了一招杀机警猴。 伊朗海军 伊朗海军 伊朗海军公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